最後一段時間 再次報告 我和大家報告 我在龍潭案 我舉了七個證人 都證明說 陳前總統 不知道龍潭這個案子有所謂的不法 我在洗錢案 我裡面也舉了七個證人 去證明說什麼 兩件事實嘛 一件就是說 總統的選舉 他的政治獻金 多少 他們都這樣講 第一個總統不管錢 錢的事情都是富人在管 這是一個 這麼七個政人的正值 是在這裡 第二個他們談到說 就總統規模的選舉 海外的2100萬 大概是6億啊 林文彥就講到了 上億的傑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特徵組的起訴書 用什麼來證明說 陳田總統的錢是不法 他說你的薪水就那麼多而已 所以海外有那麼多錢 你一定是不法 但是特徵組沒有去注意到 如果說 陳田總統的薪水一個月四十幾萬 加起來就一點點 那他憑什麼 我們在2000年的時候 申報了9億的競選金會 在2004年申報了12億的競選金會 那這個競選金會的申報 你就應該先辦他 但是他也承認他的競選金會啊 那林文彥 黃芳燕 黃維生 這些人的共識都證明到這一點啊 他的選舉都有解禮款 那當然也指到一個現象嘛 剛剛這個 金總編提到的 這個在辦什麼 辦他的政治獻金嘛 我們把政治獻金 這個案子的特性在哪裡 把政治獻金污名化嘛 現在就是說拿了政治獻金 就認定你貪污嘛 但是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拿到政治獻金 為什麼不通通辦 這個問題就在哪裡 他把道德跟法律 把他連結在一起的嘛 他認為最高的道德已經把他法律化了嘛 你該不該拿政治獻金 這有時候是道德的問題的 政治責任的問題的 他認為你拿了人家政治獻金 就把他推定為不法的 但是我們法律界限不是這樣子啊 所以這個案子是大的問題 是在這個地方嘛 他把政治獻金不法化了嘛 但是我們台灣沒有說 你拿的政治獻金一定是不法嘛 所以這個問題是非常大的問題在這裡 那你如果這樣辦的話 你看美國 柯林頓拿那麼多政治獻金 為什麼不辦他 歐巴馬拿那麼多政治獻金 民主法治國家沒有這樣子在辦政治人物的 謝謝 好 有關第二個問題就是所謂獨立黨的問題 這次有朋友到這個 拘捕房子裡面去 去訪問這個 President Chen 在那個時候 他的確是非常關心台灣的未來 台灣的前途 所以他要 refer to 這個你剛剛提到這個所謂獨立黨 他說這個台灣有需要 往這方面來考量 他說Drop這個issue Drop這樣一個idea 讓大家來討論 我真的能夠comment 我補充一下那個政律師的說法 我補充一下那個政律師的說法 清明黨的前立委 現在是政黨的教授殷乃平 在陳水扁索衛喜奇案發生的時候 他接受訪問 他說2000年到2004年 台灣政治人物的政治獻金 六兆 會到海外去 2012年政黨再輪替 我們是不是這個執政黨 是不是再來玩一次政治獻金的遊戲 第二個 2008年的選舉 兩位電子媒體的老闆公開獎 捐給 各捐給五億給馬英九 2012年政黨輪居馬英九 是不是也要坐牢 這個我要補充一下這個字 第二個我講了一下那個台灣獨立黨 因為我去抗社所跟陳倩聰對 也談過這個問題 台灣獨立黨不只是陳倩聰對講 我覺得民間已經有人在做這個組織 重點是哪裡 雷震基金會的時候 中央研究院人類學研究所的一位教授 他說民進黨八年喊獨立都做不成 沒有辦法做只能說有什麼意義 我告訴大家 台獨不只是目的也可以是手段 陳前總統的八年 李前總統的十二年 一邊一搏兩國論 共產黨或者中國 只能夠反獨 現在呢你不喊了他就觸同 所以這個在政治上面的發展很清楚 你只要喊獨立 他現在只好面對你的獨立來對付你 想想看 我記得這個海外的民運分子胡平到台灣來 他跟我談過這個問題 他說你為什麼要支持台獨 我說很簡單 台獨統一可以是手段也可以是目的 對付中國的統一 你還有什麼樣武器 只有獨立的是最好的武器 這個我講為什麼台灣獨立黨 可以成立的一個重要儀素 任何問題 一個建議兩個問題 第一個建議就是 記者會不要拖得太長 連Banner都受不了 所以因為一般的記者都不是文盲 就你如果像Statement準備那麼清楚的話 下次就不要前一段 完全是多餘的 就你如果需要講的話 弄個光碟給大家回去慢慢看 就兩個問題就是我想了解 積壓制度是對陳水扁一個人的呢 還是中華民國有刑法以來移植的併購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應該怎麼處理問題 是不是首先要解決積壓制度的問題 才有個案的問題 是因為陳水扁以後才凸顯這個問題 我想第一個是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個 如果台灣的司法制度 像各位講的這麼不堪的話 為什麼不一舉把它解決 在八年之內就應該解決這個問題 對不對 為什麼拖到現在你們才能面對那個問題呢 八年大學畢業 連博士或學位都可以拿了 八年來你們在幹什麼 所以為什麼如果八年都幹不了的話 過兩天蔡其方到看守所去 你們大家一起去把它一起解決就可以了 為什麼還要把問題搞得那麼複雜呢 就主要就是兩個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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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看 謝謝 Olá quatro